長久以來大多數的醫生跟病患 普遍人為 糖尿病是不好的 但是有20年 喝醉經驗的醫師發揮 只要讓有效效 糖尿病人 可以不用再吃藥 特別是中秋節在北角落 糖尿病有吃東西 一定要控制 外面又再安裝好吃 有吃就好 千萬不能吃過量 只想害到身體 醫師正有信心的提示 糖尿病是有機會可以治療好 一開始就要進化用藥 加上隱藥控制 也要減重 讓藥窃會合進行 糖尿病患者 確實可以不用吃藥了 急性胰臟炎 我們只要讓胰臟休息的話 急性胰臟炎都恢復得很快 而且它急性胰臟炎恢復以後 病人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病發症 後來我們發現說 糖尿病的病人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只要讓胰臟休息的話 它的胰臟也是可以把功能 恢復到百分之百 完畢已經比较緊 是糖尿病患者 已經需要吃藥了 甚至注意倒數 最後快點可以跟藥窒 回合到正常 也不用吃藥了 糖尿病的症候完全消息 經過三個月 剛才病患者 所以現在轉化很好 很好 我保持到現在 上禮拜骨骰6.2 在那個波段祈福這樣啦 這個過程我自己也發自內心的覺得說 如果我沒有改變飲食 沒有再增加運動 我覺得我這輩子可能就只有這樣子 就是糖尿病患者 對 那之後我就配了醫生 然後到現在108年 那我也很努力 很持續的控制飲食 還有持續的運動 但是我已經不吃藥了 我有跟醫生說 我想用不吃藥的方式 來讓自己恢復健康 醫生強調 醫生控制很重要 特別是中秋節在北高樓 外面又如何好吃 但是倒數外面又有糖尿病 試吃氣比地盪 便宜上身體 多祥話新聞丟室良 我喝蔡宏寶德 我喝蔡宏寶德 出去喝蔡宏寶德 他喝蔡宏寶德 你偷喝蔡宫 disloc臨 在這裡坐 他說 我喝蔡宏寶德 你喝蔡宇尼德